作词 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心思一指正爱似天一片蓝 伸出一双手能拥抱情郎 推开一扇门能走进灿烂 命运会在爱的怀中 云青风荡 在人生的海洋 在岁月的沙滩 留下脚印一双双 写下故事一段段 你给了我坚强 我为了你勇敢 慢慢成为一轮朝阳 发光发亮 你给了我肩膀 我为了你承担 我们给了彼此 一个家的慈祥 春天过的阳 化为秋天的凉 年轻瘦的上将 整年老的糖 别怕别慌 那些风霜 会让生命更璀璨 更辉煌 好 各位小朋友 黑板上写的有谁会念啊 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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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志明 你要不要试试看 说不定你可以哦 我不会 志明 试试看嘛 不然老师先念一次给你听 我不要 我不要 好笨哦 老师不要叫他 他什么都不会 好了好了 来 大家不要吵 好 现在呢 老师带你们念一次 Good morn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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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大家都读得很好 我们再一次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好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学哦 静秋 回来 你在这儿说这儿婆婆吗 是啊 这儿婆婆又给一些心理会员 这儿婆婆就要给一下一本 好 現在全世界發生這麼多災難 我們的師兄 師姐 常常去災苦盡災 很多人看到都很感動 所以現在大家 都會知道想要去幫助別人 現在災難這麼多 無常每天都在發生 我們如果不緊張 才會不會發生 千秋 我想說 我們兩個現在的時間這麼多 出來也沒什麼事 咱們如果有機會 我們想要做過濟災的 咱們說你有戒心 如果想要這樣做 你就放心做你去做 家裡的事就交換就好了 蔣老師 主任 我找你老半天了 原來你在這邊跟大家一起聊天 沒有啦 主任 好啦 有家長投訴你罵學生 是不是有這回事 主任 那些孩子沒有規矩 當然好好講他們一下啊 我們這裡是補習班 不是學校耶 來我們這裡補習的孩子 哪一個家長我們惹得起啊 你居然還敢對學生修 是你大還是學生大啊 主任 我是來這裡教孩子的 不是來哄小祖宗的 他們不肯聽課 我當然要好好管教他們啊 好 你愛管孩子 就去別的地方管 我們這裡不歡迎你 余子 主任 我們都有簽約一年的耶 你不可以隨便開除老師 簽約又怎麼樣 你能力不足 我當然有權力開除你啊 這麼不回列補習班 有什麼了不起 不做就不做 欸 你 楊老師 你們班上王志明是怎麼一回學 我怎麼接到家長的電話說 他的成績不好 打算要轉到別的補習班去 主任 王志明的英文程度 本來就不好啊 對 他的英文程度不好 才會來我們這裡補習啊 現在這個孩子成績不好 就是你這個當老師的責任啊 是 是 主任 我會努力 好 你不要跟我講你會努力 你要跟我保證 學生一定不會轉走 是 主任 我會加油 我會更用心 你們都一樣 沒本事留住學生 你們就自己滾蛋 不習慣就這樣 忍耐一點 回辦公室吧 嗯 是啊 陳師姐 這個個案喔 我們就要繼續跟他關心了 好啦 不然我們這裡又用啦 好 好 小鎮 補習班放假了 誰啊 你想吃什麼 媽現在去煮給你吃 回到家吃什麼都好 怎麼了 你是不是在桃園吃得不好啊 沒有啦 媽 我先上樓囉 小鎮啊 上來吃飯啦 小鎮啊 上來吃飯啦 媽 爸跟姐咧 還沒回來啊 你姐啊 他去台北受訓 你爸去台中分會晚一點 才會回來 我們先吃啦 沒關係 小鎮啊 你在那邊住得怎麼樣 小鎮啊 那些小朋友會不會很不好教啊 不會啊 小朋友都很乖啦 沒有問題 你 你爸回來了 還真準時 小禎 你也放假了 下班 快點開花 討厭你了 下星期你要出發去失禮人家 我總算可以做國際禁災 失禮人家 怎麼這麼好 阿姨以前也很開花 那嚴重就是對失禮人家來的 是啊 這世界就是在地球村 大家本來就應該讓上到三天 這時間過得很快 當時阿姨在開花的時候 阿姨小禎就躲在討厭中 小禎 你說對不對 對啊 媽 媽 小禎啊 媽看你晚上都沒有吃什麼 怕你餓啊 不會啦 小禎啊 小禎啊 阿姨最近 是不是有什麼心事啊 沒有啦 媽 阿媽看你最近回來喔 都這樣悶悶不樂的 是不是工作遇到什麼不順心的事情 還是跟同事相處之間有什麼問題啊 媽 我真的沒事啦 可能是我搭車回來太累了 真的沒事啦 好啦 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啊 如果真的累了就趕快去休息 媽不吵你啦 謝謝媽 小禎 妳在想什麼 我們這樣共心共心了 我剛才煩惱小禎 我不知道在心裡工作 剛才有什麼問題 每次回來跟家裡 都這樣搖頭搖面 問她有什麼事情 也都不說 小禎這個孩子 故事很好笑 不管剛才有什麼事情 她是一定不會主動跟我們說的 當時為這樣 我現在不知道我應該怎麼做 現在可以幫她搖三天 現在 現在 我們也不知道她 有什麼困難 我看 我們現在不是心脈煩惱 看她是不是有辦法 她改割 再過來割燈 要怎麼跟她搖三天 不管怎麼說 小禎都已經大閒了 故事也很獨立 而且她自己 也已經在美國生活四年了 還說那四年 她們都不會 遇到什麼樣的苦惹吧 就是這四年 我們都沒有在那身邊 沒辦法替她分到任何事情 但是現在她回來了 我已經看到她的心思 叫我不要煩惱 這哪有可能 妳的心情我了解 不過我們的雙性小孩 剛才有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就先讓她替她解決 我們只要在那邊 替她關心就好了 我知道了 如果這樣我去西里蘭卡這段時間 小禎的事情就會麻煩你了 我會啦 小禎如果我放到家回來 我會給她注意 她的英文程度不好 才會來我們這裡補習啊 現在這個孩子成績不好 就是你這個當老師的責任啊 男dade浴 tissue 一點點兒 女性它的試乳 誰還沒想到 一些用來的 Alla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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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志明 剛剛老師上課教的 聽不聽得懂啊 我 我都聽不懂 都聽不懂啊 沒關係 老師慢慢教你念 如果你還是不會的話 馬上跟老師說喔 柳城會不會念 我忘記了 沒有關係 跟老師一起念一次 來 orange orange 念得很好啊 我們再一次 來 orange orange 那蘋果咧 apple 好棒喔 你會念啊 來 老師送你一本筆記本 以後呢 你就把上個學到的單字 都記在上面 這樣子你就不會忘記了啊 謝謝老師 不客氣 好 我們再複習喔 剛剛這個怎麼念 orange 再念一次 orange 好 這個咧 apple 念得很好啊 不過我們再念一次喔 apple apple 很好 接下來這個呢 就比較 這樣子耐心的教他 他一定會進步的 我一定要加油 不能放棄 很厲害喔 聽說這禮拜啊 你們班有個學生轉走了 是啊 真的是沒辦法耶 說不來就不來了 我看 照這樣下去的話 下一個被主任超魷魚的 就是我了啦 我也好不到哪裡去啊 再不好好努力喔 到時候被開除 真的很丟臉耶 楊老師 聽說女人班有個 學生家長來說 她小孩功課也是考不好 吵著要轉走喔 沒有啦 她不會現在有進步 不會轉走了 那就好 王太太 其實王志明的功課 已經有進步了 你要不要考慮 讓他多念你學期啊 謝謝主任的好意 哪里 我知道這個孩子 這次考試已經有進步了 是 可是我還希望他功課 能夠更好一點啊 所以我打算另外請個家教 來教教看 不好意思 麻煩你們了 兒子跟主任說再見 主任再見 好 再見 楊老師 你不要以為你是美國留學回來的 就可以在我的補習班 打混摸魚 我警告你 你的班上 要是再給我走掉一個學生 你就給我看著辦 不可以 我絕對不可以讓主任把我開除 我已經答應爸媽 一定會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我絕對不可以讓人家把我否定 小禎 你回來了 媽 你沒有出去喔 媽只讓你今天放假 特地在家等你啊 媽 你不用特別等我啦 小禎啊 你放假怎麼還帶這麼多書回來看啊 媽 只是我下禮拜上課要用的教材啊 我怕我來不及弄完 所以拿回來準備 可是禮拜一天就是休息的時候啊 你一個禮拜都在上班了 要趁禮拜天好好休息啊 不然陪媽聊天也好啊 媽 我有示範課程要準備 我怕我準備不完 我先上樓去弄囉 好啦 不然呢 吃飯的時候再叫你喔 謝謝媽 喂 關心喔 你發放都做完了嗎 有啦 小禎是有回來了啦 但是也是一樣啊 回來了都沒什麼笑容 那一陣子喔 一陣子喔 就在美妓的房間裡面 在母親準備後禮拜的教材 我都要沒機會跟她開工呢 好啦 那你人在那裡就先不要操環了 那我回來了 那我回來了啦 小禎 小禎 吃水餃啦 小禎 小禎 你很累喔 小禎 小禎 怎麼這麼燙啊 小禎 小禎 媽 你人不舒服怎麼不早說啊 媽沒有關係啦 我休息一下就好 你感冒也不多休息 還帶這麼多東西回來做 這麼不會照顧自己 走 媽帶你去看醫生 媽 沒關係啦 我包包裡面有藥 我等一下吃藥就可以了 感冒怎麼可以吃成藥就好 來 把衣服穿上 媽 快一點把衣服穿上媽帶你去看醫生啊 來 快點走 唉唷 快樂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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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贞啊 妈 怎么不多休息一会儿呢 我们班今天要示范教学 我还早点回去了 可是你感冒还没好 你就请假一天 再多休息一下 妈 我真的不能请假了 爸 我一定要回去了 你这个孩子 好啦 不然 妈开车送你去车站 小贞 你的工作压力 是不是真的很大 怎么连生病叫你 请一个假都不行呢 难道工作真的比 你的身体还重要吗 妈 我没事了 我身体好多了 我会照顾我自己 你不用担心啦 如果你一直不想跟妈说 妈要关心你都没有办法 昨天你爸 还从国外打电话回来问你 你现在不想说也没关系 等你想说的时候 再说吧 妈 不是我不想跟你们说 而是我已经长大了 我不能够再让你们为我操心 不管外面再怎么辛苦 压力再大 我都要自己去面对 我一定要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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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啊 你回来喔 是啊 他哪有没有先打个电话回来啦 手机啊 没电了 一路回去啊 我就在这儿回来 对啦 那思义难考 现在的财政到底是怎么办啊 如果没亲身去过财政 真的想不到 当地的财政这么严重 我在那儿 我看了一个女孩 是去她的情人的 很辛苦的 后来 她也对我们在财政做祭工 她们在慢慢地 把她的财政放不起 她告诉我 她到大学了 就只能忍耐 从来都不想过 要去帮助把人 她在那儿 遇到一次的灾难 才知道可以帮助把人 才会最快乐的 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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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可以帮助把人 实际上很不简单 看到她 我就想到我自己了 以前我也跟她同样 只能忍耐 但是 从来都不想过 要去帮助把人 去关心把人 一直到这儿五十岁了 才知道 能够付出了 才是好 这十个小孩 能够在这么年少年的时候 就能帮助把人 实在是真有好奇的 对 人 就是经过了一些事情 电动才会心中 想到我们现在 整个会儿 可以和我们平安做会 实在是要很感恩 是啊 对了 明天把小镇回来 你还没想到 你也有所谓的 那是有回来 那就是 想到 叫她小镇 不要最把她拿过来 我才会对她无法 那这儿是个小镇 没人做会儿去看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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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要打個電話 去問問看呢 萬一這個學生 真的又轉走的話 我該怎麼辦 喂 你好 請問一下是陳曉華的家長嗎 你好 你好 我是哈美宇補習班的楊老師 我想問他感冒好了沒 那他什麼時候回來上課 他不回來啦 為什麼呢 好 我知道了 不好意思 打擾我 是不是又走掉一個學生了 什麼 主 主任 你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你出國的學歷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學生一個一個在走 你會不會教啊 我警告你 你班上是再走一個學生 你就給我卷不開走路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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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蓁 小禎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為什麼你那個主任這樣罵你 你又哭得這麼傷心 小禎 你不是答應過爸爸 我們有無話不談的嗎 爸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說 小禎 我們是一家人 沒有什麼不好說的 哪有什麼都不肯說 只是一直哭 你難道要媽這樣跟著你難過嗎 媽 對不起 對不起 媽 我的工作真的壓力好大 我的同事 每天都有人被學校開除 我心裡真的好慌喔 媽 我真的很努力 我也很盡力了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媽知道 每次你一放假回來 媽看到你這樣一點的不快樂 媽就看得出來 你心裡有很大的壓力 媽 我一直不想讓你跟爸為我擔心 我媽有學生他的功課不好 我就每天加班 我就都花時間留下來陪他們 我很努力的想要把他們交會 可是他們還是會離開 我真的不知道我該怎麼做才好 小禎 爸爸知道你已經很努力了 我們只要問心無愧就好了 你不要給自己這麼大的壓力 爸 媽 我真的覺得我很對不起你們 從美國回來的時候 我也就很想趕快賺錢 我也想把每個人的薪水都給你們 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我真的很努力 很努力想要把它收好 可是 小禎 小禎 爸媽沒有一定要你去賺錢來回報我們 可是 我們看到你這樣傷心難過 我們會覺得很心疼 我們會替你感到很擔心 你知道嗎 是啊 小禎 我真的不願意看到你這麼的辛苦 每天都要加班 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好 這樣吃早有一天 你會把你自己的身體給搞壞的 這才是我們最擔心的 爸 媽 對不起 對不起 我讓你們擔心 媽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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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心啊 我們現在到底是要怎麼做啊 小禎這麼多出社會 辛苦頂都要這麼多的壓力 做到這麼不快樂 我真是很不希望 看他又繼續我們下去了 小禎這個孩子 還會這麼好強 他如果真的讓他主任開讀 對他的傷害一定很大 是呀 我們做人一定有尊嚴啦 我們不可以 等別人來幫我們洗頭路 但是現在 就叫小禎去幫他主任拿出事件 不過 小禎跟他好好簽合約一年呢 那如果是違約 我們就要簽人違約一年了 看著小禎現在這樣 別說是一年了 就算是一個月 我也不願意讓他上班 我跟你有一樣的想法 我跟你有一樣的想法 我們可以讓他們 讓他們的尊嚴和快樂 這是最重要的 我們就要做到一個月 我們會再次追蹤 我們就要坐下 我們會想要離開 我們會想要離開 我們在一起 我們會想要離開 我們會想要離開 小珍 爸爸想要出去外面散步 你陪我去走走好不好 好啦 外面天气这么好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面 陪爸爸去走走 好 爸 對不起 讓妳這麼擔心 我覺得我真的很不孝 什麼事情都做不好 不會啦 小禎 其實我們做人 簡簡單單就好 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 凡是盡力而為 這樣就不會有煩惱了 好 爸 我也知道盡力就好 可是我又怎麼可能 不給我自己壓力呢 你以為被人家開除 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 其實不會 很多事情 都不是只有一個面向 而且我們也沒有辦法控制 別人要怎麼想 那不如我們就想開一點 如果只賠一點點的錢 就可以換回妳的自信 還有快樂的話 這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爸爸媽媽 也會很願意這樣做的 爸 人生最重要的價值 不是用金錢可以衡量的 金錢可以買到物質 可是卻買不到精神上的滿足 像爸爸媽媽現在 現在就是希望看到妳跟曉音 可以快快樂樂 平平安安的過每一天 這就是我們最大的快樂 可是爸 我真的覺得我很沒有用 剛從美國回來的時候 我以為我可以很容易的 做好每一件我想做的事情 但沒有想到我在第一步的時候 就已經被打敗了 小禎啊 妳還年輕 妳未來的路啊 還很長 爸爸在妳這個年紀的時候 還只是一個小小的排長 任何的事情啊 都不是我自己一個人 可以決定的 當了一輩子的軍人 一輩子到了退休 才真正找到 讓自己可以快樂 還有滿足的生活方式 這時候才知道啊 原來追求快樂 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像爸爸這次去斯里蘭卡啊 就遇到了一個 年紀跟你一樣大的女孩子 她雖然失去了親人 不過卻可以放下痛苦 去幫助別人 然後找到她的快樂 所以快樂啊 真的就在轉念之間而已啊 爸 我知道 妳跟媽 一直都在無用無回的 為我們付出 其實就是希望我們小孩子 也會健康快樂 根本沒有想過有一天 我們要反過來回報妳 爸 我明白了 以後我不會讓妳再擔心 好 這樣才對 這樣才是我的乖女兒嘛 我真的很感恩 可以生長在這樣的一個家庭 遇上這樣的父母 給子女最大的包容和支持 他們也教會我 什麼才是人生中最大的快樂 那就是保有一顆無私奉獻的心 你怎麼會笑得這麼開心啊 我看到現在喔 很多年輕的紅阿母都發心來做志工 我感覺你實在是很負責 是啊 我做夢也想不到說 我今年會為一個長軍 變成今天的志工 可以去賀春去幫助別人 我真是想不到 嫁給你這個軍人 幫你還擔心四人的家 最好會對著你的腳步 一直覺得今天這種幸福到萬聚 這一定是我們真是人就好 這世人在經過這麼長的時間 分開兩個地方 我知道最好過一趟兩套會 到底去做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不關以後 你要去跟這個世界讀一個地方 去診宅 我的心願都會跟你兩套會 就算像阿布說的 不關離開熱門 只要我們的心到底 就永遠都不會分開 天使用了你 就想知道 你也太好了 也許我從不懂溫柔 也許我總要求太多 不停地追逐 盲目摸索 終於學會不再強求 生命從此變得灑脫 看世界更開闊 只因為懂得放手 每個人的立場不同 需要多一點點的包容 打開心中的鎖 才能往前走 你我之間 曾有無謂的爭辯 經過春天才發現自己 也許要改變 你我之間 終於劃成一個緣 我會珍惜彼此擁有 很強知享受的